木瓜说的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惊悚片 成品保姆 影片开始 女孩安吉是一名大一的新生 为了能减轻学费压力 她选择自力更生 第二天 安吉和室友来到学校的公告栏 他们看到了成品保姆的广告 而且保姆的待遇非常不错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成品保姆广告的旁边 是一个女孩失踪的消息 安吉按照广告上的地址 来到一个偏偏的农妆应聘 雇主是一对看似心理善良的夫妻 夫妻二人每天都要外出工作 一个年幼的孩子小帅就交给安吉照看 安吉见状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安吉准时来农妆上班 小帅还沉溺在睡梦中吃糖果 细子简单地向安吉交代了一番 并叮嘱小帅饿了一定要吃冰箱盒子里的食物 夫妻二人上班走后 安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温习功课 可是他总觉得房间里有什么异常 然后安吉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吓了他一跳 小帅表示自己饿了 安吉匆忙拿出冰箱里的食物给他吃 没想到盒子里装的竟然是生肉 安吉看着都觉得难以下咽 但小帅却吃得津津有味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丝动静 安吉走到窗外看到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心惊打着他赶紧拿电话报警 当他打完电话后小帅却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破门而入 吓得安吉躲藏起来 开始寻找反抗武器 男人一进门就要掐死小帅 口中还喊着魔鬼不要再出来害人 安吉磨碍泛滥袭击男人 他这时才发现这个男人是一个神父 经过这一番打斗 小帅的帽子也在打斗中掉了下来 并且他的头上还长着两个鸡脚 安吉在脑海中回想了一下刚才的场景 有些害怕 就在这时父亲二人下班回来了 他们直接给神父一个痛快 并将安吉打晕了过去 安吉醒来时被捆绑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他眼睁睁的看着丈夫现场解剖抓来的女孩 他对安吉解释道 小帅是一个恶魔的化身 动不动就说恶 还只吃女孩分尸后的生肉 而他们夫妻则是恶魔的忠实信徒 他们成聘保姆来就是为了饲养恶魔 神父就是因为得知这个秘密 才想要阻止恶魔继续作恶 结果安吉却好心办坏事 就在丈夫准备对安吉动手的时候 警察感到却被夫妻打发走了 安吉就在这时挣脱捆绑 并拿枪杀死了作恶的夫妻 这当他以为自己重见天日时 小帅却出来和安吉一番搏斗 安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小帅绑了起来 醒来的他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告诉他小帅已经逃跑了 画面一转 一个女人站在小帅的旁边 再次张贴着成命保姆的广告 故事结束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对待坏人一定要一招毙命 一招不行就一百招 千万不要对恶魔手下留情 你不对付恶魔残忍 恶魔就会祸害他人 点赞加关注 看电影不迷路 下期不见不散 对待坏人